丹宏志独子 占卜一名惊人 积押英国时装周 是对服务都来说 是很开心的事情 就没有太多的设限 哇 实在是太赞了 继旅美设计师吴季刚 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后 年仅26岁的服装设计师占卜 前天也在英国伦敦时装周 服装秀一名惊人 他以品牌Upstream发表作品 石油的一生大获好评 我11月底才知道说 我入选额敦时装周期 只有两个多余的时间 可以制作跟筹备这个秀 我觉得我该准备了 都准备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就没有去想太多了 我常常没有想很多 就先去做了 但我知道石油形成的过程 我只想到石油 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才会形成 却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快要被消耗殆尽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 就有很多不同的感触 我就只是想用一个 旁观者的角度去 去诠释去成熟说 任何的事物 都是花了很漫长的时间 成长力量才会形成 可是它消失的却那么迅速 就算是人生 就算是服装 就算是所有的产品也一样 都是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去形成 其实它的保存期限 却也不是永远的 而他的父母也大有来头 CCC Home集团董事长张鸿记 和作家王轩一 很意外很骄傲 意外是他比我想象中成熟太多了 他小时候我感觉受影响最多 其实就是日本漫画 因为我去年六月才刚看了他毕业展 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现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感动 我也希望有一些买家 真的能够注意到他 因为这样一个外国人在伦敦 要被看到一个新鮮设计 实在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众星文》超赞的报导